在美國的科魯拉多州有一個金礦觀光之旅發生了死亡意外 根據當地媒體的報導 這一處廢棄的金礦電梯突然故障 所以導致12人的觀光團受困在礦坑當中 發生時間在當地時間的10號中午 一組觀光團正搭著電梯往礦坑的深處來做探險 結果沒有想到電梯發生了故障 儘管警方先後救出了11人 但是還是有一名團員不幸喪生 另外還有4人受傷 至於另外一組一共12人的觀光團 則是受困在地下305公尺處的一個礦景底部 前後再經過7個小時營救 終於全數脫困